飘洋过海来的水果 是如何在万州落地生根的 这样的水果有什么特别之处 信了那么多的人来品尝 小果园 大产业 种植业带动旅游业 农民的收入更上一层楼 本期乡土带您走进重庆十万州区 闻柑橘芳香 赏江边美景 看当地休闲农业的特色之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走山林千末 聆听乡村故事 驻足绿水青山 追忆似水乡愁 邂逅农市闲趣 品味农耕文化 创新休闲业态 重塑农业价值 打造精品工程 破画休闲新章 驻梦诗画田园 赋能乡村振兴 全国休闲农业精品地图 正在播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重庆市万州区的甘宁镇 这里不但是万州国家农业公园 同时还是三峡甘局交易会的活动分会场 再过去这里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村 如今却因为一样水果而被大家关注 作为全国休闲农业精品地图的其中一站 万州被人称为万川碧会 万商云集 那这里究竟是如何从小果园做成大产业的呢 接下来我就带您在万州转一转 位于重庆东北部的万州 地处三峡库区 这里历史悠久 环境优美 近几年万州成为了休闲农业的好去处 还要挥工于一样独特的农产品 来到重庆市万州区的甘宁镇 山上到处都是香橙树 它叫赵颜西 当地人都叫它田忧 每逢周末 田忧的采摘园都会迎来不少的游客 来到橙子园 什么事情都感觉特别的新鲜 平日里要去超市买的橙子 如今伸手就能摘到 大家手里拿着 车上推着 嘴里吃着 每一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 可以 给你帮这个阿妇 怎么样 钱不钱 你这是第一次来吗 第一次 觉得咱们这儿环境怎么样啊 环境很好的 跟谁一块来的呀 多来 我姐 这个也要教姐 溜达溜达 经常来 又锻炼身体 然后又可以解这个广告 是吧 又会 我感觉咱们这一家溜达溜达聊聊天真挺好的 小朋友刚才进来 这个眼睛一直在来回看 都看不过来了 其他地方的橙子在秋冬季节就收完了 而万州的橙子却在春天收获 这是什么样的品种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橙子收获的季节 也是人们农事体验的好时机 很多生活在城镇里的人 利用周末的时间过来采摘 来的次数多了 很多老顾客挑起橙子来 可以说是十分专业 大哥 您这是满载而归啊 对对对 一般一周会来一次 叫果期的时候 一周会来一次 没有了就不来了 一天不是都想的话 对对 那看来这果子真的是挺甜的 果子挺好吃的 反正老人小孩都挺喜欢吃的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吃这个东西 这个需要经验 你反正看外面红一点的 皮薄一点的就要好一些 皮厚 皮太厚的不好 您怎么这么专业呀 您之前了解过吗 我原先的吃过的 甜妞的采摘园里 每天都会迎来大约一千个游客 品尝过的人都对他们家的橙子赞不绝口 游客来得多 收入就多 甜妞特别高兴 我们来到这里 甜妞也把我们当作普通的游客 带我们了解当地这种橙子 并且体验采摘的乐趣 来到这之后 我就感觉这边的环境特别的好 对 空气很新鲜 然后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 大家一起一家人或者带上朋友 然后在这里来吸收新鲜空气 然后还可以免费品尝宣过 甜妞说 挑橙子看起来简单 但真正要挑到又甜又香的橙子 可不容易 今天她要带着我们在采摘园里选橙子 刚才甜妞告诉我说 选橙子是有技巧的 就比如说阳光照得特别好的地方 那个橙子也会很甜 对不对 你看 这个它光线好一点 你看 这个 我刚才还听你说 阳光照得好的地方 它就会有红脸蛋 说有红脸蛋的橙子 它就会很甜 对 它也特别好看 这个可以 能够到吗 我跳上来再 你看 这个是不是特别红 红的比较均匀的 对呀 这个有的 就大的它果汁就更足是吗 对 你吃多一点嘛 然后它肉汁要好一点 重庆市万州区发展休闲农业 把农事体验活动作为了吸引游客的重点 橙子成熟的时候 游客来摘橙子 这也成为甜妞她们销售橙子的一种方法 我们这说是摘了两个 不知不觉就直接摘了一筐 摘了就停不下来了 是的 我现在的心情就感觉像自己家丰收了一样 你是不是特别想吃呢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已经问了甜妞三遍了 我说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吃啊 走吧 我们去尝一下吧 好的 我们现在赶紧尝一尝这个橙子 到底是什么味道 好的 不要这样切 为什么要横着切呢 横着切 你切开然后你就知道了 那我来切开试一下 这个汁特别的足啊 对 它水框很多的 肉汁也很细腻 这里面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对呀 这就是玫瑰香橙啊 甜妞家种植的橙子不光口味特别 身份也有点特别 它是1995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 在意大利引进洛湖万州的 如今在当地已经被大面积种植 嗯 好甜呢 肉汁也很细腻的 而且它的那个汁水特别的足 我有的时候一咬都会崩到我的脸上 由于果肉上有一层玫瑰的色彩 散发着芳香 而且是每年2月14日 西方的情人节开始采摘 很多人把它当作情人果 于是便有了玫瑰香橙 这个浪漫的名字 这个我看看怎么样 好 因为每次切开 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 嗯 看到了 然后就特别想吃 我觉得它这个让我想起了 大理石的那种花纹 嗯 它特别的自然 嗯 因为它都是自然上色 嗯 感觉已经不仅 不仅仅是在吃橙子了 有种喝橙汁的感觉了 已经 那我们等会儿 手工榨橙汁吧 手工榨橙汁 对呀 哎呦 我梦梦梦 下来就可以了呀 嗯 这样直接就会有 橙汁流下来 好 来 哇 好多 好多汁 来 尝一下吧 这个颜色看起来不错 哇 好甜呢 太甜了 这个比刚才 直接吃果肉还要甜 这样比较即可 比较直接 周末来到采摘园的 大多都是自驾来的游客 游客到橙子园里来 喜欢什么样的橙子 就摘什么样的 这样真实的体验 比在市场上买要好多了 每一年都会来 一个是带小孩来 在这里散散步 运动一下 让阳光也好 这样既打发一下时间 然后又劳动一下 又享受一下 这个收获的喜悦 不光是农业 还把很多东西 发展成了休闲旅游 是不是 对对对 香城好吃 即使去不了万州 也可以从网络上来定 甜妞他们会把香城 快递到各地 这些帮忙打包的村民 都是采摘园的股东 他们的土地 交给甜妞来管理 有了收入 大家按股份来分红 可以说 他们打包的 也是自家的香城 大家除了土地的收益 还多了一份劳动所得 如今的小日子 过得更加富足了 我现在呢 就在一片果园的高处 从这个角度看呀 又是另外的一番景象 我们可以看到 漫山遍野的橙子树 绿油油的叶子 还有满满的橙子 给人感觉特别的幸福 刚才远远的呀 我就听见了 有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走进去看呢 好像不太像采摘的游客 让我们过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您这儿已经摘了这么多呀 这都是咱们村民自己摘的吗 是的呀 是我们南朝村的村民摘的嘛 那您现在装的这几框 是有人订货了吗 对呀 我们今天有个 凉皮的客服嘛 还有一万五千斤 哦 这是个大订单呀 对呀 一般我们一天 至少都要罚个 一到两万斤出去嘛 那一般就是有订单了 然后咱们就把农户叫过来 大家一块摘几框 然后一块卖出去 大家分红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活着社嘛 我们公司加农户的一个形式 就是我们公司统一管理 统一种植 统一施肥 统一销售 你看现在村民他们都丰收了 效应满面的 您这活干起来累不累呀 不累 我们脑袋心 都是越干越高兴 有收入都不累的 对不对 怪不得你们看起来干劲十足呢 对对对对 刚才我听你们这个老乡说 这两年咱们这个城子 种得越来越好 来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对 您有这种体会吗 我肯定有这种体会 我就是在这边上做 我们就是我们这条活 那钓鱼的都随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吃农家饭 我们老百姓给他亲手做 我们做点什么 咸菜呀 做点什么稀饭呀 或者他们愿吃什么 我们就提供什么 橙子变商品 农户变股东 村民靠着自家的小果园 做起了今天的大产业 香橙树对他们来说 也是致富树 采摘橙子的这几位 都是南桥村的村民 大家的收入增加了 干起活来也更有劲了 生活的环境也更加好了 南桥村还被评为 2018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水边洗衣服 室外亮榨彩 这里充满着生活气息 整洁的街道 精致的强化 又在迎接着游客们的到来 北贵乡村 在那个新农村建设里面 它是一个重要的项目 我们想就是 非物仲化遗产这一块 尽量把干林的风土人情 都表现清楚 南桥村专门从美术学院 请来了老师和同学来画墙画 既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也美化了乡村的环境 这也是南桥村 整治人居环境的一项措施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 万州好多的乡城园 都不用除草 至于怎么除草 看着园子里的鹅就知道了 散养的大鹅 成为了天然的除草工具 万州的很多村庄 山路陡峭 过去很少有人来游玩 现在交通便利了 产业兴旺了 为发展休闲农业创造了条件 人们种植乡城 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体验 万州很多的村把休闲农业 作为了主要的收入来源 现在我们也在做休闲农业 我们这个万州的原县 有七个乡镇 我们现在把它规划为 国家农业公园 以玫瑰香城为主导产业的休闲观光农业 我们现在有几十个果园 都修了休闲的接待中心 提升了我这个玫瑰香城产业的附加值 又带动了乡村旅游 香城在万州长得好 说明这里适合它的生长 自古以来万州就是柑橘的主要产地 对于万州人来说 玫瑰香城是外地来的羊水果 而在他们的记忆深处 有一样农产品 曾经也是当地的宝贝 这就是我们那个凉拌萝卜丝 凉拌萝卜丝就是把那个橘子壳 包下来 包下来过后就把它切成丝 和侠选择入菜的橘子不是普通的橘子 而是家门口古红橘树上的橘子 这个菜是您的创意吗 我们这边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么吃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橘子 那个筋 这个晒干以后 这个也是要 这个也是宝贝 橘子皮配上爽口的萝卜 再加上油和盐 当然也少不了辣椒 一道地方特色的小菜就做好了 这道菜是和侠的拿手好菜 每次都会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还可以啊 这个萝卜和橘子本身的它这个清爽 把这个辣椒给调和了 对对 咱们尝一下橘子丝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怎么样 有特别浓郁的那个橘子的味道 好吃好吃 还不错啊 2018年 和侠和丈夫从外地回到万州老家 利用村里的房子 做起了大州镇的第一间民宿 成为了第一批回乡做休闲农业的人 以前就是逢年过节才回来嘛 回来的时候觉得那个风景挺好 然后它的树 树木也很多 就是橘子树啊 枇杷树啊 然后再就是桂园树 我院子里全都是桂园树 你刚才我们一路过来 就是郁郁葱葱的一路的古橘树 特别的美 对对对 因为以前他们大洲小洲 这一块的人 都全靠那个红橘 他们的收入全是靠红橘 就最近几年嘛 因为那个古树嘛 得那个鹤斑病 得了过后 他们那个橘子的价格 就下降了 好 然后年轻的一些 就到外面去打工 有一部分年轻人 见到我开那个民宿过后 然后来的那个游客也挺多嘛 有一些年轻人回来过后 因为他们自己有厨师啊 好 然后也有一些 在外地做生意的 他们也愿意回来投资 然后就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几家 何侠和丈夫刘兆 给民宿的一间房 起名为侠兆勋 比起之前的忙碌 他们更享受如今 这种慢节奏的生活 来到这儿啊 万州的民宿 也带给了我不小的惊喜 坐在窗边看看江景 喝杯暖茶 闻闻菊香 真的是感觉非常的舒服歉意 相信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来到万州游玩的原因 很多人和我们一样 来这里游玩 休闲放松 看着美景 自然勾起了对美食的渴望 来万州 怎么能少得了万州烤鱼呢 刘兆告诉我们说 今天有游客定了烤鱼 船来了 船来了 这就是我们刚打鱼回来的船 西线的长江鱼 大哥刚才说带我去买鱼 我以为我们要去菜市场 没想到大哥直接带我来到江边 您一打电话 他就直接过来了 那这也太方便了 一般的游船打到鱼之后 一般就先给我们打电话 满足我们民宿 或者说龙家罗的 这种的餐饮客资源 鱼类资源 我们要上到船上去买 好的 好的 快看这里面有特别大的鱼 这就是咱们这江里打出来的 这是什么鱼 咱们这江里一般都有什么鱼 一边有肥头 还有草鱼 青钵 鲜鱼 那咱做烤鱼一般就是用这种鱼是吗 做烤鱼的一般就是用鱼两斤的鲤鱼 这个鱼活蹦乱跳的特别新鲜 大叔您这个鱼一般都卖给谁 我看这里面还有大的呢 但您挑的这几条都比较小 是的 做烤鱼 鱼两斤的最合适 因为筋数大了 不入味 原来是这样 而且装盘的时候要好看 多少斤 两斤腰 十斤零半斤 刘兆在江边长大 对长江总是有着别样的情感 近几年家乡环境越来越好 是刘兆回到家乡后最大的感触 经常没事的时候 就在江边坐一下 玩一下 感受一下 而且您最后也选择了 把民宿开在咱们这个江边 是的 我们这里在搞乡村旅游 我们都非常自觉 就是把周围的垃圾 自觉地清理到我们的垃圾箱里面 让我们的客人来了之后 感觉到我们这里非常的自然 是 来到万州给我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 就是无论你走在那个乡间小路上 还是深入到人家的村子里 地上几乎真的就是没有垃圾的 他们说 人们不光自扫门前雪 还会顺便帮别人家也扫一扫 是的 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 如果有的人家没在家的时候 我们也是早上或者晚上的时候 也帮他打扫一下 就是顺便嘛 我感觉就是让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干净 已经成为咱们这心里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了 是的 已经打扫什么了 这是您家的狗吗 是 在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 没吃上烤鱼就不算来过万州 万州烤鱼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当地人对调料运用的独特天分 加上长江水滋养的鱼 方能成就万州烤鱼这道特色菜肴 富有想象的万州人 能将烤鱼做出十几种口味 今天的这道烤鱼用古红菊来点缀 惊喜的同时也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哇 好吃好吃 东国日本是这种 它就长得越好 它的肉比较细嫩 外边是酥酥的 里边比较能力 有碗 人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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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果我加大的吧 万州的休闲农业发展越来越好 柑橘在万州人心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 赏三峡的美景 吃玫瑰味的香橙 来到万州休闲旅游是那样的舒服和惬意 这里的山以城相连 这里的人与城为伴 如今突破创新发展休闲农业 万州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漫山遍野的乡城 热情淳朴的老乡 都是这里留给人们的感觉 春天来到万州 邂逅这里的美食与美景 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将沿着全国休闲农业精品地图路线 带您发现更多 乡土之美 在雷山有一扇门给您钥匙 您也打不开 一般都是开不来的 在雷山有一种工具 只会出现在老的银匠店 以后如果看见有这样的剪刀 那么它就是真正是老一家 在雷山回娘家时 为何要带上猪肝 如果你不孝顺的话 它就是说没心没肺的那意思 在雷山十二道蓝门九等您来 最高的礼节十二道蓝鹿九 来表示最溶动的阶段 下期乡土带您走进雷山 走进苗寨 欣赏那里的青山绿水 感受那里的苗族风俗 和当地的苗族姑娘一起回娘家